相信很多人都有含胸驼背的习惯 长期的含胸驼背脖子前倾 不仅会显得整个人气质不好 无自信 还会在视觉上 晚上五一米 今天作为一名专业模特的我来告诉你 怎么拯救含胸驼背 逐渐养成好看又自信的体态 当我们整个人含胸驼背的时候 胸部是向里面凹的 肩膀是向前 脖子是前倾的 要纠正首先从肩膀开始 肩膀在前 上 后 后下 还要保持在后下方的位置 你的整个肩膀胸腔它是打开的 而不是含缩着 脖子前倾时应该向后上方缩回 保持你的头肩膀背是一条直线 也不用收得太厚 挤出双下巴就收得太过了 胸部要想象有一根线 在斜上方45度牵引你 头顶也要想象有一根线 像在上方牵引你 整个人的气是往上走的 肩膀也要想象 斜下方45度有一根线 再向下牵引你 这样就是一个正确的挺胸抬脱的体态 在生活中要时刻保持这样的体态 我的话平时每天傍晚吃完饭之后就会站墙 可以听歌可以看电视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就要靠在墙上站好 保持你的后脑勺 肩胶骨是要贴着墙的 20分钟养成一个习惯 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自己体态变得更好了 人也会变得更加自信 接下来这几个是我们平时在家中也可以经常练到的动作 可以赶上和胸驼背 面对墙双腿打开与肩同宽 手掌趴在墙上 将上半身慢慢向下沉 压到不能再向下为止 保持20到30秒一次 做三次 接下来是一个拉伸的动作 将手靠在墙上 一边20秒 然后换一边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会感到肩颈打开 特别的舒服 坚持的去练这些动作相信你也一定可以提升气质 告别脱背 嗨我是小菊 世界小姐身材管理 运动篇 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练出指甲肩 后面会附带我总结出来平时自己会练的一些动作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平时在家里面不穿内衣走路 就会有一点点的寒凶 上得很随意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脱背 脖子和头经常向前倾 拄着胳膊玩手机 拖在沙发里打游戏 有些姐妹的鞋翻肌很突出 肩很厚 其实跟我们的体态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几个动作是非常简单 并且确实有效的 不一定需要瑜伽垫 我们平时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做 第一个动作 双手背后合十 肩膀手臂向后张 在背后停住 这是一个模特开肩的常用动作 如果感到不难受的话 手掌可以试着向上移 后背反向拉手 一只手的手肘朝天花板 一只手的手肘朝地 双手尽力的拉住 拉不住的话够住也可以 一边坚持30秒 两边各做两次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匀速呼吸不要憋气 把双手放在脑后交叉 使劲地将肩部向后张开 也可以去晚上买一个几块钱的瑜伽黄 将瑜伽黄放在脖颈后处 一组20个 一次做三组 用左手把头按到右边 靠近右肩膀处 注意左肩不要上抬 这样可以拉伸我们的左边斜放肌 另一边则是相仿的 一组30秒 一次2到3组 别忘了点赞收藏 快点起来吧 2 3 5 5 6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